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HKG报视角时间 今集想和大家讨论的是 输缺人 震是气 纪律部队延退 不应有别 一场黑暴 揭示出部分公务员有反中央 反港府的心态 但伴随着暴乱落幕 既有公务员学院的成立 也有要求公务员宣誓效忠 整顿歪风之后 是时候聚焦团队面对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 社会关注公务员流失的问题 本来19万的职位编制 实际人数只有17万 当中六个纪律部队 警务署 程教署 海关 消防署 入境署 和政府飞行服务队 截至今年3月31日 在人手流失和缺乏身血之下 空缺率达到12% 对于纪律部队来说 除了智力抢人才之外 延迟退休方案就成为了防止人手短缺的止血散 延迟退休方案最早可以追索去到2018年 2018年的7月 为了配合增加劳动力的目标 和回应公务员的诉求 政府推出方案 容许在2000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 入职的纪律部队即是公务员 选择在60岁退休 时间来到2021年4月 警务署再次推出计划 给所有在2000年6月1日之前 入职的现职非首长级警务人员 申请延长服务去到60岁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2000年6月1日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为什么政府会用这一天画线呢 这个就牵涉到过去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因素 即是坊间俗称的公务员新救制之分 延退方案本来是舒缓人手不足的情况 但政府已入职时间画线 去定有没有选择延退 反而衍生出问题 首先涉及的是公平原则 公务员尤其是警队缺人 这个是无需争辩 根据立法会文件 警队最近的三个年度 2020、2021至2022、2023年度 分别有5,184、5,776和5,911个空缺 连续三个年度 比率达到双位数 分别是15.7%、17.4%和17.8% 所以当警队在2021年再次推出 延退计划给救济的执法者服务 社会都明白各种原因 警队缺人 但其他纪律部队的情况不枉多样 以程教和海关为例 同样是2020、2021至2022、2023年度 程教就录得484、548和658个空缺 以比率是7.6%、8.4%和10.1% 至于海关的空缺数字就是136、224、471 比率是2.2%、3.6%和7.5% 可以见到数字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海关 数字升幅更加超过3倍 有消息更加说 海关人手空缺率 最新已经超过9% 同样是纪律部队 守护的是香港 服务的是市民 不够人的情况越来越严峻 公务员事务局为什么不肯正视这个问题呢? 警队对香港重要 其他纪律部队对香港同样重要 何必因为当局一个决定 而陷警队于不宜呢? 除了部队上的处理不一 新救济的公务员之间 亦都可能产生戒替 立法会的文件里提到 有议员问到警队给救济人员延退的计划 会不会扩展到其他纪律部队 当局就搬了 纪律部队部门的管方出来 说他们认为 现阶段不适宜推行类似的计划 原因是 可能会对现职人员的晋升 部门宿舍福利 和人士偏配更替等方面造成影响 罩眼一看 理由已经将救济的人员污名化 执法者延退 以一己之力贡献社会 不过就好像被港成了流亂权威 和霸佔福利 就当港者无心 但事实就是伤人 更何况新人连连友 新制人员有得选择延退 难道就不会对晋升、福利和偏配有影响? 香港海关关员工会副主席 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副主席 张赵俊接受我们的访问时 就对当局延退方案上 用新救济去做划分表示极度失望 认为是对救济的同袍欠缺交代 甚至质疑为什么他们的延退这件事件上没有选择权 除了衍生出介替问题之外 人手不足最直接就是影响执法 市民的要求往往就是简单直接 就是无论如何 纪律部队都要维持执法的水平和质素 但这几年经过黑暴和疫情 人手短缺的严重程度就更加明显了 再一次以懲教做例子 2019年至2023年的9月 平均每日在囚人士数目 当中包括了服刑和还额人士 数字是7737 6902 7616 7613 和8305 在囚人士数目虽然未有太大的增幅 但好像先前所说 程教的人手空缺率已经达到双位数 10个沙包9个盖 怎麽掩都掩不掩 或者海关的情况就更加明显 通关前后的人手情况 足以因为客观环境变化而有大的影响 今年7月 星岛日报就刊登了海关关长何佩山的专访 当中提到海关 今年上半年的时间 在机场蒸破了604宗毒品案件 减获2.3吨的毒品 和去年2022年同期比较 案件数目和减获量都急升80% 工作量暴增但人手就没有增加 反而是下跌 再有深的执法者都只会是分身不下 难以应付 这样必然会影响纪律部队的士气军心 而当局面对纪律部队缺人的情况 强调没有座椅待毙 是有推出退休后服务合约计划 即是短期合约等方式去应对人手问题 表面上看就是灵活调配 事实就是比延退方案更加只着重治标 短期合约聘请的人员 执法权上面是怎样处理的呢? 真是可以顶替部队空缺的工作? 假如要将资源用在短期合约上 为什么救济人员延退又不行? 延退方案有新救济公务员之分 考量的相信是财政多过其他因素 但如果用这些理由 将救济人员视为洪水猛兽 在缺乏人的情况下 都不让他们继续服务社会 不单止对他们不公平 而且亦是漠视他们多年的贡献 历练无价 当资深前辈还有心有力可以工作 不单止可以减轻人手压力 还可以承传经验 一举两得之下 何乐而不为对当局来说 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吗? 好了 今集的HKG报视角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的三部曲 留言、赞好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